那個我今天要報告的是選票承認分析 然後 民主的具體實踐其實就是投票嘛 我們透過選票來試圖達成控制政府的目標 那投票這個動作雖然很簡單 我們只要蓋章放進去就好了 但實際上要投得好卻很困難 就我們其實不缺資訊 但是我們缺的是協助決策的工具 怎麼說呢後面會有例子 那因為沒有人做這件事 所以我最好承認自己就是沒有人 那這網站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想要透過三個步驟來達成這個目標 第一個就是透過問卷知道使用者自己的立場 這個很簡單 這個我就不說明了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我想要知道政治人物的立場 那我透過的是透過新聞 來知道這個政治人物對各議題的立場 第三個是透過這個網站做一個加權後的台詞 那首先我舉個例子 要怎麼知道政治人物的立場 首先我們會看到新聞 然後新聞之後我們可以去tag 這個新聞有提到政治人物跟議題 最後在由每一個使用者他看了這一則新聞之後 他覺得說 那我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我可以知道說這個政治人物對這個議題的立場 那我可能給他一個負到正五個分數 那每一個使用者看完之後 我在最每一個 在這一則新聞裡面去做一個平均 最後在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政治人物再去做一個平均 我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政治人物對一個議題 他的立場為何 那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我是王大銘 二十五歲 然後假設現在有兩個議題 然後我是反核 然後支持多元增加 然後現在市面上 就是市面上 這次選舉假設有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科醫師 一個是顧慮師 那他們分別是反核跟 對多元增加保持中立 那顧慮師他是 對核能中立 但是支持多元增加 這只是舉例啦 對 實際可能不是如此 對 那一般人的眼中 可能我們在面對選舉的時候 假設他不是很健忘的話 他接收到領多就是如此 那這個時候 其實你要去投票是很困難的 你到底要因為反核去支持科醫師 還是你要因為支持多元增加 去支持顧慮師 那實務上大部分的選民 就卡在這裡了 因為你不知道 我到底哪一個議題 對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那甚至還有其他更多的議題 所以說 如果是比較認真的選民的話 你可以知道說 對我來說 因為核能他是安全的問題 保命的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 我對核能的重視程度是80% 多元增加是50%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透過前面我所說的新聞 了解政治人物議題的立場 那我可以知道說 誒 科醫師 他對於反核 他雖然支持 但是他是只有30% 那用顧慮師 他對多元增加 他是有50%的支持度 然後比較認真的選民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 但是實務上 當你看到這些資訊 你還是很難知道 你到底要支持誰 所以說 這個時候再加一個步驟 我根據自己對議題的支持程度 做加全 然後再去計算 重點就是0嘛 計算之後 我是可以得到兩個參數 分別是 對 符合我的一個比例 所以0.25 大概0.20 簡單多了吧 那真實世界 當然不止兩個議題 也不止兩個候選人 那身為封城師 我們知道困難的事情 交給電腦就對了 然後副產品是我可以知道各選區的議題編號 那也可以知道民眾的議題的編號 還有政治人物符合名義的排行 那我需要的資源就是 我今天主要想寫的是Facebook登錄 那如果有的話可以來幫我們講 感謝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接下來請Kristen